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 肖战梦中的那片海第一十五轮上星,央八次黄金档,春生陪你过寒假。 CCTV邀你一起与肖战梦中的那片海一起过大年了。 1月20日起,CCTV八次黄金档21.28分,每晚三集联播。 欢迎各位观众再次与肖春生相见。 真是看出来孟海针播得特别好。 孟海使肖战收获了很多主流奖项。 也正是让肖战带着顶级流量和星光杀入实力派演员赛道。 肖战华丽成功转型却却依旧是商业和时尚领域里璀璨夺目的大明星。 好大海啊,你可真是太厉害了。 此次是梦中的那片海的第一十五轮播出了。 黄金档,次黄金档,上午档,下午档,傍晚档,凌晨档梦中的那片海在所有档期都播出过。 主打就是让你全天后看到肖春生。 好剧就是历久弥新。 当初孟海第一次上星的时候,大家就在说这个剧更适合在冬天播,那时候,哪能想到它不是夏天播冬天播的问题,它是天天播啊。 这次第十五轮上星央八次黄荡播,还是每晚三集联播,实实在在让你看到爽。 腊月回暖石沙海,大寒石结盼春生,春生陪你过寒假。 梦中的那片海是新闻联播,为其打call的剧,是成功地把肖战这位优秀的年轻演员送到了实力小生赛道的剧。 肖战也凭借肖春生这个人物,获得了第二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的突破,男演员的荣誉,含金量那是相当的高。 因为只有上星央视的剧才能获此殊荣。 颁奖庆典上,肖战也是一众实力派明星当中唯一的大流量。 肖战还凭借该剧获得了微博之夜年度优秀男演员的荣誉称号,也凭借该剧第三次斩获了影视榜样人气男演员的称号。 好大海真是带着肖战飞的节奏啊。 这部带着鲜活特色的年代剧《是肖战》演绎《生涯里成悲》的存在。 是肖战从流量小生走向实力派的代表作。 他人物生动鲜活,剧情跌宕起伏,绝对是百看不厌的佳作。 这一次再次上星,也是让很多人倍感惊喜。 那就让我们在二十日晚的央巴和肖春生不见不散吧。